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生去了香港,但是这位曾叱咤风云的流氓大亨,在香港却被一道叫糟拨头的本帮菜困住了。 没有糟拨头的日子,杜月生坐立难安,他特别派人从上海请了厨师去香港,可是为什么杜月生在香港无法复原这道糟拨头呢? 本帮菜馆里常有的一道前菜,熏鱼,香酥甜鲜,是典型的上海味道,只是如今各类饭店里熏鱼种类繁多,烧法各式各样,而究竟什么样的熏鱼才是地道的本帮味道? 它真正的配料究竟是什么呢? 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很少看到的本帮菜,红烧回鱼。 关于烧制时形成的自来嵌,是考验厨师功夫的一个环节,但是如今许多大厨都难以完成,这种本帮菜烧制方法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对美食一向喜欢刨根问底的周童,决心解开这三个谜团。 周童这天约的人,是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的前任会长何一昭,他肚子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美食秘密。 现在来的人正是周童和何一昭相约的这家饭店的老板顾成。 周童知道顾成店里最出名的一道本帮菜,正是熏鱼。 他今天特到此地,希望能从顾成这里找到难题之一,熏鱼配方的秘密。 熏鱼,这道菜的原型其实是苏州的暴力。 解放前,一家叫做老大房的店,把这道风味做成了上海滩的一道美食经典。 尽管周童对这家餐馆的熏鱼有所了解,但眼前重新上来的这份熏鱼,还是让周童大吃一惊。 这道熏鱼的味道更加细腻浓郁,非常接近地道的老上海的味道。 顾成店里的这道熏鱼的确有一段渊源,当年他开这家餐馆时的合作者,人称阿叔。 解放前,身为大户人家的阿叔母亲,对老大房的熏鱼情有独注。 传说他出了一两黄金,私下问老大房的师父要到了这道熏鱼秘方,之后被阿叔继承下来,后来就成了这家店的镇店之王。 所以据传,这里的熏鱼传承了早期正宗老大房熏鱼的味道,而熏鱼的配方也是这家店里最大的秘密。 我也在想,你如何证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是真的? 真的假的呢? 我自己这样认为,吃,好吃就是引导你。 也对。 好吃总是真的吧? 也对,也对。 所以最主要还是吃,来来来,再吃一口。 再来来来来。 顾承的这份熏鱼勾起了周同的好奇心,临走前,他特意打包一份带走。 解放前,上海滩号称老大房的店共有48家。 当年传出秘方的那位师父到底出自哪一家老大房呢? 而且更复杂的是,现在的餐饮市场中还有一种假借现象。 也就是说,很可能阿叔自己研究出了一种独特的熏鱼做法。 但老大房熏鱼的名气更大,为了市场营销,他就套用了老大房的名号。 但不管怎样,这份熏鱼的味道就是周同想要写进书里的秘密。 周同决定,到老大房再去买一份熏鱼,和这份熏鱼做一下比较。 上海熏鱼的做法是把鱼块先在炉里浸一下,然后去油炸。 炸完以后还要回到那个炉里再去浸一下。 它的样子做出来有点像熏出来的样子,所以说叫做熏鱼。 而它的前身是苏式的鲍鱼。 这个鲍鱼是简单腌制过以后直接放到油里去炸,炸完以后再放到炉里去浸。 那么市面上有很多人会故意地混淆上海熏鱼和苏式鲍鱼的区别。 为什么呢? 因为熏鱼的那锅油是用不了几次就会坏了的,而鲍鱼那锅油可以用很多次。 因此对于周同的这本书来说,地道的本邦熏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 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当然周同现在所掌握的熏鱼菜谱是完全做不出故城店里的这种味道来的。 周同准备了三份熏鱼,一份是刚才从故城店里带回来的阿叔做法的熏鱼,一份是从老大房店里买的熏鱼,还有一份是随机挑了一家饭店里做的熏鱼。 作为专业的吃客,周同有一套专业的品尝美食的方法。 舌尖对甜味最敏感,两腮主要感知酸味,各种苦香靠舌根来品尝,而牙齿和舌苔主要体会食材的质地。 品尝下来,还是阿叔的那份感觉最好。 终于吃到了足以代表老上海味道的熏鱼。 但周同并不高兴,因为他不知道阿叔这份熏鱼的鲁汁究竟是怎么调配的,困扰他的这个难点还是无法解开。 周同决定去请教一下他的师傅。 每天,黄才根都会西装笔挺地巡视厨房。 在厨艺圈里,能够穿着西服走在厨房里,意味着一种荣誉和地位。 黄才根是上海烹饭界的高级技师评审委员会主任。 他和周同之间的关系亦师亦友。 我和周同是在一次烹调的大赛中认识的,我们两个都是评委。 周同这个人呢,他的味觉就是说,石头很厉害。 因此呢,通过这次评比以后呢,他要拜我师傅。 但是呢,我想,他不是我们这个行列的人。 因此呢,我经过三年的考察,最后呢,收了这个土地周同。 师傅,这次来说找你有件事。 这个熏鱼呢,我在要把吃到三个不同的版本。 我不知道哪一个做得更好,更地道。 我猜不出其中的名堂来。 那所以请您来给我鉴别一下。 旁家眼里,这三份熏鱼的优劣是一目了然。 阿叔的这份熏鱼的鲁汁,已经经过了复合熬制。 身为国家级评审员的黄才根,也很难将鲁汁的原料逐一辨别出来。 黄才根委婉地向周同表明,作为业内人士并不支持他去刨根问题,因为这会打破行规。 即使当年阿叔的母亲拿到了熏鱼秘方,这在当时也是不能宣扬的。 不问秘方这条行规,在保护了许多餐饮从业者放晚的同时,也造就了这个行业的封闭和神秘。 周同觉得,就是因为正版的不愿是人,各种盗版反而大行其道,结果往往是故事越编越玄乎,味道却越做越不靠。